进去手动复位 然后我们设定这个参数 首先设定X金句和Z走金句 是50 X数量12345我们设定5个 Z走金句 114输入 然后Z走数量 两个三个 然后我们挖空右上角这个产品 放到夹子器里面 因为现在这个模具是横着的 我们要把它换到直的 所以我们先换模具 把横的换成直的 然后把这个板放上 然后推动这个X走跟Z走 右上角的产品对准 这个模具 然后按复制 保存 保存 操作 数据就已经设定好了 然后我们把一整落纸放进去 调整板子板 调整板子板 调整压角 通过这个上下键 调整这个压子板 我把这些板子板放在过 尾巴 然后把这些板子板放入 好 同时 我们要把这些板子板放在 中板子板 好了 就是 对 压子板压住产品的背边 不要压住产品 然后上升 手动副位 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数据跟压子板都已经设定好 然后我们半自动运行 因为我们刚设定好数据 第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先半自动做一下 感觉自己数据没有问题 可以切换自动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